《四十天耕众你的未来》 如果神是好的神 为什么他会容许这个冠状病毒充斥在全世界 为什么他容许这么多人死亡 听起来好像上帝要为这一切所发生的事负起责任 更糟糕的是 我还听见一些基督徒如此说 这是上帝要提醒世人警醒末世的到来 难道上帝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吗 若这一切都是出于他 我们如何面对以下的经文 约理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 伊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有时我很难想象 有些基督徒把吃苦当成吃补 这正如你去医院探访一个癌症病人 然后你告诉他 神让你发生这些事情一定有他的美意 神要你从其中学到功课 如果果真如此 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为他得医治祷告 因为癌症是神的美意 若是他得到医治 神的美意就无法成就 魔鬼经常借着这样的谎言 成功地嫁祸给上帝 以为一切的灾病是来自于神 是他惹的祸 一旦我们误以为邪恶的事 或是灾害是从神而来的 不仅会使我们无法照着神的心意 运行在这个地球 也会使我们无法正确地代表耶稣 耶稣如何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 杀害和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第十九天我的宣告 我宣告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他对我所怀的意念 都是赐平安的一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